接下来复赛第一场比赛继续 马上要进行的是双人作品战 本场主题将与队长 微电影主题一致 共同诠释平行世界的你 五支队伍将依次带来 他们的双人舞作品 每组的得分由四位队长的总分 加上大使团代表的平均分 以及现场的99位评审组成 现场的99位评审由50位媒体评审 加上49位中国舞蹈家协会 节务委员会成员组成 我们将根据排名情况结算积分 获得第一名的小组将积10分 第二名8分 第三名6分 第四名4分 第五名2分 那本轮作品战的大使团代表为 11 马晓龙 春林 Ibuki 杨文涛 以及Rushka 好的 接下来让我们要有请Carton队的Carton Car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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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5 I want to get it 加油 加油 Carton Drag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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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Dragon 他们要从那个连起来故事 哦 这个想法好啊 Van 你有看到他们演唱片吗 些个 有一个像是一种电子男人 卡尔特登在我们嘴巴 然后她会出现 那你看到那个吗 是的 对 好的 我可以这次跳舞吗 舞台交给她们 好期待 Karton和Kiyoka会有什么样的色评感 好 三 二 一 开始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她在听那首歌 在回忆 中文字幕提供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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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琳在那里 扣分扣分这样 春琳作为大师团大分代表 默默把这张大分表撕掉了 这一张 春琳的伤心故事 2.0版 我现在走 卡尔特和Kyoka 真的让我笑 这故事 对爱 让我记得 2002年 像R&B 你会有一个女生的音乐 和女生的感觉 你会有一个女生的感觉 和女生的感觉 然后你会有一个女生的感觉 然后你会有一个女生的感觉 其实 我真的喜欢这个故事 我真的喜欢这个故事 而且他都是跳舞当中 把东西顺出来 他们就肯定会很喜欢 原来这是一个上下本的故事 来 司律队长 感觉如何 我很喜欢这个作品 是很有创意 我首先创意分数是给了19分 在我心目中是满分的 从之前的一个作品 然后有一个衍生你们的恋爱故事 因为我记得 Carlton最后是没有得到Q卡 最后是跟春琳老师走了吗 但这次他是有了一个机会 整个暧昧的过程也是很喜欢 我很喜欢Carlton的变舞的时候 他听到的音乐的很多的小细节 他没有丢失任何一些 我觉得应该要抓住的小细节 不管是 或者是一些小的 根据歌词的 no 他们的舞蹈当中 也完全是在演一场戏里头 即便有这个耳机掉下来 或者Q卡的鞋带是开了 Carlton是有一个即时营变能力 马上捡起来给他 虽然那个掉了 但没关系 他们就完全没有影响到 他们要表达的一个东西 完全没有让我们出戏 所以我很喜欢给了95分 哇 给了他满分啊 他的主持五分是满分 他有一点感觉他们挺自信的 嗯 就感觉他是在享受这个东西 我觉得非常棒 从头看到尾就是我上舞台说 我想要看到就是很享受的一个过程 每个技巧都是我觉得很完美 然后那些小小的一些动作 就是两只手指都碰那个肩膀的 但那个接的时候也不是太搭力 就刚好揉的那种感觉 然后两个配合度就是非常棒 我看了我就是想要再看一次 我无话可说 我觉得我这次就给满分了 对 很好 很细节 然后我也想说就是 那个耳机设计的也很好 就是两个人都在一边 但是又设计了很多交叉的动作 其实我在看的时候 我就会很担心会不会掉 那结果确实掉了 不负众望啊 然后包括中间就是根据情景 就是你能成为我的girlfriend吗 然后就卡了这个词 然后都是整个歌跟歌词跟故事 都是全部连贯的 都非常的棒 嗯 对 很好 我是98分 对 只是觉得第一期到现在挺快的 然后就换了人了 这一 真的是 你们有没有想 知道大师团对你们的评价 想听谁的吗 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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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抛弃感觉怎么样 春林 我们来看一看 春林会打输多少分的 你先讲你打多少分吧 你觉得我应该打多少分 这话说的是我见过春林 有史以来最生气的一次 哦 耶 卡尔腾 666 哈哈哈哈 他的手在颤抖666 但是 但是 收黑舞蹈 收黑舞蹈 对 从两个人的设计编排啊 我都觉得很好 然后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桥段是那个 他们两个凳子的一个衔接 刚开始是Q卡上去 有一个姿势 然后最后面呢是卡尔腾 会有一个呜呜呜的感觉 我觉得都特别特别好 然后故事的话 对 也很好 嗯 然后 对 嗯 很棒 嗯 感觉春林老师对这个故事的结尾 还是还是过不去了 对 所有东西都好 除了结尾以外 你知道吗 对 都挺好的 然后 对 哈哈哈 它不错 哈哈哈 那你跟春林也合作过了 跟卡尔腾也合作过了 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诶到 春林是 彼自体が凄いセクシーなので 一緒に踊る時も 彼以上には やっぱり私の方が セクシーでないといけないので そこの なんか自分との クールで保っていたい自分と でもセクシーを表現しないといけない 自分とのこの 戦いがあったんですけど 哦 哦 カルトンは 基本的には もう 啊 シェアって 自分が って言っているんで 自分が 呵呵 で練習の時から そのテンションで すごい 友達としても 仲がいいので なんか気楽に 踊れました 他跟他会自然一点 跟你太有压力了 就是如果在春林和卡特之间 做一个选择的话 谁是那个最佳拍档呢 谁让你更喜欢 加油 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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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春林 悲喜 春林 谢谢你为Q卡做的一切 我们有缘 下次再见 再见 记得越好 这一集录到现在 然后节目播了这么长时间 那么多人问大师团 会不会被淘汰 会啊 大师团会被淘汰 这次标题是大师团首头春林 作品的分数为大家揭晓 卡尔顿队的卡尔顿 这支作品 现场一百位评审投票 九十五票 九十九位 最终得分 五百七十二点 八分 恭喜 好 好 这真的很烦 我想再看一次 总 满分六百分 是 五百七的话很高了 就是非常的舒服 因为so dance 加上hiphop 这些内容结合在一起 然后q卡 还跳了一些比较爵士性的 一些标志性的 一些女生的那种感觉的舞蹈动作 然后让我个人感觉 结合的融合得非常好 到最后 用一朵玫瑰花来结尾 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非常有心意的 也是非常有一种 沉上吉他的感觉 非常会期待 如果他们在后面的比赛中 会不会也会有前面的一些 舞蹈作品 跟他们有一些衔接 还有一段就是他们和音乐的 结合也特别好 就是英文歌词里面正好说 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 然后到这一趴 正好两个人也做了一个编舞的动作 很契合 所以我觉得这支作品 评分高也是有道理的